各位,使徒彼得在上两个星期的经文里 已经表明假教师轻视权威了 他也说他们如同畜类一般 是随肉身重污秽的情欲的人 但从2章12节到16节 他全面地谴责假教师只顾满足肉体的行为 我们来读彼得后书2章12-13节 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 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抓拿宰杀的 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 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受败坏 行得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公家 这些人喜爱白昼艳乐 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 正与你们一同作息 就以自己的鬼杂为快乐 我们可以从这经文学习三方面的功课 第一,我们的心思不应该为肉体安排 去放重私欲 彼得师父在说 这些假教师把自己的幸福放在目前的享乐上 各位,人类应该胜过野兽动物 思想有远见 不应该只为这满足当下的快感 如果一个人只关心现今的事 眼前的快乐 他就与一只野兽悲贱的心没有两样了 如果这些假教师只随着肉体和乙脊去行 我们必能体会到他们的教导的中心 就只为这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 就这行得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公家 这就是我们能辨别假教师的教导的其中之一的地方 另外,这些假教师 第二,爱白昼艳乐 就以自己的鬼杂为快乐 通常人都会等到黑夜之时才会作恶 如同贴撒罗尼家前书五章七节说的 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 故此,各位有没有发现 酒吧和妓院的灯光通常都是昏暗的 这里描述假教师为喜爱白昼艳乐 连黑夜都不等就要享受最终之乐 就是要指他们的人生观 就是享乐主义 只为这快乐而活 白昼和光都是圣经对福音的比喻 很有可能 彼得是要责备这些假教师 说他们虽然拥有光明的圣经和认识福音 但这些人仍然以凡俗、俗肉、俗世的享乐观念和行为来活 各位,我们不要为了满足肉体 为肉体安排享乐 反而要像基督一样要对付罪 在肉体中定罪 那些为了自我快乐而活的人 没有意识到真正喜乐的来源 他们认为他们必须以自己的方式满足自己的需要 才能获得快乐 这种关注往往造成一种自私或自我的态度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欲望比别人的需要还要重要 假教师的诡诈 自己知道也好、不知道也罢 通常都显示自己非常地真诚 以乐意的心想要帮助人 举办一些慈善或救急的活动 但其实都只是为了得到自我的快乐 这种仁慈的行为很少表露出他们个人的舍己 或将别人的需要放在自己的需要之上 更糟糕的是 他们就开始被自我快乐的欲望所挟制 并且成了罪的奴仆 有很多他们曾经被新使徒改革的领袖牧养的肢体 后来才发现并见证说 因为领受了他们所谓的爱心 就得了一些精神和情感上的虐待 各位,当我们越靠近神 我们就越会清楚地看到 满足自己的肉体 其实是一种廉价的代替品 而会夺走我们在基督里真正的喜乐 金钱上的知足才会赐给我们持久的快乐 智慧、成熟和无亏的良心 这是假教师猛然不懂的 因为他们是反真理来经历他们的快乐的 第三,这些又被玷污 又有瑕疵的假教师 就在你们的肢体聚会当中 这里所说的爱的宴席或团契聚会 应该是指在初代教会主持圣餐之后做的 假教师与其他信徒一起聚会 表明这些人认为自己是真信徒 而且圣餐后留下来与各弟兄姐妹一同继续相聚 表明自己是更加优秀的信徒 神的子民应该没有玷污 无可指责 但这些人却是被玷污和有瑕疵的 而且就在圣徒的团契中间 彼得子民这些假教师 其实在教真道被毁谤 羞辱教会的头主耶稣 也使教会带来不光彩 如果假教师离开教会而建立自己的异端 这对教会就不会造成太大的损伤 因为他们已经与基督的团体分开了 更棘手的问题是 假教师抓住基督徒的名称 却巧妙或公开地在信徒中间宣讲反真理的道 如果真有这样的假教师和假教导 在我们中间的话 教会必定要能辨别 并且能处理和对付他们 才能保守整个教会的圣洁 各位身为信徒 虽然我们不应该在小事上产生分歧 但是我们必须辨别每一个教导我们的传道人 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辨别真道和假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